其他部罩都算 现在马上就有台风来袭 广播声中提醒民众台风来袭 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 为了因应防汛期的到来 新店区公司有在中心里 槟榔路高速公路桥下广场 举办112年灾害防救综合演练 一共有18个单位 140人以及16台各式车辆参与 有三个里来参与 那其他的防灾企业的部分呢 有六七个防灾企业 也共同来参与这次的一个参与演练 那相信这样的一个演练呢 让我们的新店的一个整备防灾的工作 可以更加的周全 来把我们整个新店的防灾的防护网 可以做得更好 这次的演练内容包括了土石流 水灾 地震 瓦斯气暴等多种灾害状况 除了警销单位 还有中心里的防灾社区编组 以及小城里防灾室 广心里任性社区基聚 更协同了区内多个防灾企业 支援车辆 民生物资 药师和医疗用品等等 百津花园呢 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集团 都提供给我们一些物资 那当然大新店的部分 也是提供给我们监视器 这样的很多的防灾的一些器具设备 让我们整个新店的 储备的一些防灾的能量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演练的过程相当逼真 不论是在防灾宣导 土石流疏散 人命救助 水位监控 同时也实地的邀请 北新国小学童 进行实地地震避难 在灾后抢救部分 也相当的确实 新店区公所与地方编组及企业 藉由不同情境的操演 各自在岗位上完成了灾防任务 中心里里长张正义就表示 这次的演练 让里民们都更加的了解 防灾应变的重要性 土石崩漏的时候 真的就没办法逃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世间 有一些机器的规划 还有里民的逃生的方向 还有灾害的时候抢救 这是平常里长一直在用宣导 今天的实际行动 给他们加深印象 新店区长陈一军表示 新店地形复杂 有高楼社区 也有老旧建物社区 去内有山区 也有水域 所以各种灾害情境 都需要预先规划 如何应变和处置 透过定期演练 将防灾概念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在公司合作下 强化防护能量 建立安全防护网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每个例子都要建访 内容介绍 第2 autumn 谢谢观看